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 番外短篇故事之有点心机又何妨 顾南亭和承宵婚后生活 甜蜜小情侣日常 夜色深沉 月色皎洁 几颗明亮的星闪着郁郁的光辉 零零散散地点缀在墨蓝色的夜空中 顾南亭沉思着放下手机 心不在焉地躲不到阳台 刚准备拿起喷壶给植物浇水 就被波丽那突如其来的欢迎登机吓了一跳 波丽 这么晚了 还不休息吗 饶有兴致地盯着这只精力过剩的小鸟 顾机长南南道 真是和你主人一模一样 明天的天气应该不错 抬头望着夜空中的点点星辰 顾南亭沐浴在这静谧和缓的夜色之下 尽管她的心绪远不似夜空一般平静 今晚是承宵的出差前夜 一时那端传来的潺潺水声不断搅乱着她的思考 让她有种难以遏制的落寞之感 这份工作就是这样 她一直都知道 自己今天刚刚从华盛顿飞回来 她明天又要到墨尔本给飞行员们进行围期两周的训练 自承销升为教员以来 她带学员的热情持续高涨 在她和顾南亭的共同努力之下 去年陆航招了好几名女妃 承销兴高采烈地将他们都纳入了自己麾下 从那之后 顾南亭愈发感觉 她对自己徒弟的态度比对她这个师傅好了不止一点 之前和宋宋夏至他们一起吃饭时 听到的话又在耳边回响着 顾南亭不动声色地叹了口气 宋宋 听说有个当红男明星这次要和你们一起去培训 是啊 说是为了拍戏 要进行沉浸式学习 怎么样 你觉得她会配合你们吗 应该还好吧 我和小姐之前和她见过一面 我感觉她还挺亲切 挺好相处的 对了 她还说小姐和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迪景观一样可爱 把小姐高兴坏了 嗨嗨 一言不发的顾南亭突然被食物抢到 宋宋和夏至立马进了声 生硬地转移着话题 南亭哥 这次培训我和小姐一起去 有任何事情你随时找我就行 保证完成任务 就是南亭哥 有宋宋在 你就放心吧 承宵不是第一次带叫了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顾南亭清了清嗓子 一如往日般沉静的眼神在这两个人之间来回流转 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而此时此刻 那段在心头盘旋的对话又一次清晰地回荡在她耳畔 顾南亭皱着眉头坐回到沙发上 点开浏览器搜索疯狂动物城 她好像听说过这部电影 但从来没看过 这些年 她客气腹里班在机场和家之间循环往复 即使偶尔看电影 也不会挑选这种动画题材 顾南亭看得认真 一时间竟没发现水声早已停止 浴室的灯已经熄灭 此时此刻 程潇正坏笑着站在她身后 后知后觉的顾机长 抬眸看向她那依未深长的笑颜 下意识地关掉了手机 抿着唇等待着她那句 你怎么再看这个 顾南亭自暴自弃地凝固在原地 程潇已经饶有欣慰地观察了自家丈夫许久 不愧是专注力过人的顾教员 连动画电影都看得这么认真 昂起头思考片刻 程潇想起什么事地瞇了瞇眼睛 伸手从背后揽住顾南亭的肩 你怎么连这个都没看过 一把拿过她的手机 程潇熟练地解开屏锁 将视频投屏到电视屏幕上 这个电影很有名的好吗 我也好久没看了 重温一下 哦 史料未及的走向让顾南亭有些意外 那句已经到嘴边的你该休息了 被她硬生生咽了回去 看电影本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 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心虚什么 程潇通过语音操控 熄灭了房间内的所有灯 一片漆黑中 唯有面前的荧幕泛出了点点光韵 柔和地洒落在沙发一遇 程潇在顾南亭怀里找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 心满意足地用下颗蹭了蹭她的肩膀 扬着头凝视着丈夫的侧颜 程潇用目光一遍遍勾勒着她的轮廓 虽说自相遇以来已经过去了许多年 但每每望向她 她还是会怦然心动 出门在外时 顾姬长的发型总是妥妥贴贴一丝不苟 那种精益求精的职业感自然迷人 而此时此刻 她那鼻挺的制服被舒适的睡意取代 向来有型发丝也只是随性地散落在峨壁 她花了好长时间才窥见她坚硬外壳下柔软的内心 她喜欢她现在的状态 松弛 自然 不必再肩负千军重担 小小的得意感在程潇心头荡漾开来 从初见到相爱 从相爱到相守 她一步步走进了顾南亭的内心 与她分担着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相遇之后 她们便不再孤身一人 顾南亭被怀中乱动的人扰乱了气息 张开手臂孤住她扭来扭去的肩膀 她眉头紧簇 声音却格外温柔 专心看 哦 程潇的声音拓得很长 弩着嘴的样子像是在撒娇 电影固然好看 但绝对没有她的顾教员好看 聪明如程潇 她多少猜到了她选这部电影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 观察她的反应一定比看电影有趣得多 吃水果吗 程潇正开顾南亭有力的臂弯 从茶几上拿起一颗草莓 啊 顾南亭本就不集中的思绪被她再度打断 拧着眉深呼吸一口 她一转头就撞上了 她那闪着光的水汪汪的明亮眼眸 要强 坚毅 勇往直前 她确实像朱迪 而这副写满期待 活泼俏皮的表情也确实可爱得不得了 相识之初 她常常苦恼于她的自由不羁 但久而久之 顾南亭不得不承认 自己其实是喜欢她那份不屈不挠的赖皮劲的 她的纯粹与昂扬 总在不经意间让她感到治愈 晚上就不要吃东西了 接过她的草莓放回盘中 顾南亭拍了拍承孝的发顶 要是不想看就先去睡吧 你明天还要飞澳洲呢 别呀 我好好看就是了 承孝自知理亏 善善地把头埋进顾南亭间哦 这个月她们的工作时间几乎完全错开 平日里总是聚少离多 好不容易见上一面 不解风情的顾从心还忙着赶她去睡觉 顾南亭搂着难得安静的妻子 默默享受着家人在怀的美好时光 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不知不觉电影也走向了尾声 顾南亭起身去拿遥控器 却被她小小的手掌拉了回来 好看吗 承孝眨着眼凑到顾南亭面前 用手臂还住她的脖子 还不错 顾南亭挑挑眉 时间不早了 去休息吧 我 我还有点功课要做 集训的功课 承孝嘿嘿笑了两声 松开顾南亭拿起手机 这样这样 我先学着 你去洗澡吧 既然还有工作没做完 为什么要看电影 顾南亭被她推散着 往浴室的方向走 大概多久能结束 顾教员 我现在好歹也是独当一面的机长了 你就别为我操心了呀 承孝用最快的速度 合上浴室的门 拖着下巴思索了片刻 笑嘻嘻地把电影切换成了一部当红的热播剧 偏过头看一眼浴室 她如是重负地打开了微信 于是当顾南亭追干头发来到客厅时 首先看到的便是电视上那位当红男明星的帅气脸庞 然后便是一脸幸福地抱着手机的承孝 向来淡定从容如顾南亭 此时也不禁按下了神色 你这么快就好了 承孝按灭了手机 朝他张开双臂 这就是你说的功课 顾南亭阴沉着脸坐下 静止忽略了承孝的拥抱 我这不是提前了解一下这位艺人吗 毕竟是当红明星 要是对人家一无所知 人家不得投诉我呀 你说是吧顾部长 承孝亲密地揽过顾南亭的手臂 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好 顾南亭自然是不信的 拿过遥控器官掉了电视 声硬地抛下一句快点休息 他刚想起身 却被承孝用力拉了回来 生气了 房间中的最后一点光源 已被顾南亭气冲冲地切断 承孝在黑暗中摸索着向他靠近 温热的双手 从他精瘦的上臂 游移到修长的颈尖 承孝张开双腿 跨坐在他身上 睡衣短裤下 光洁的双腿 严丝合缝地贴着他紧绷的肌肉 你除了让我去睡觉 就不打算说点其他的 承孝故意在他身上蹭了蹭 不出所料地被牢牢抱住 用指尖拨开他额前的碎发 他轻轻吻了吻他的眉心 我这次可是要去半个月呢 他的吻从额头蔓延到鼻尖 轻盈细密如羽毛 不偏不倚地扫在顾南亭的心肩上 我知道 顾南亭被他撩拨得浑身滚烫 伸手附上他柔软的脸颊 借着月光在他唇上落下一吻 承孝知道 自家丈夫是这种 禁不起挑逗的实称性格 扶在他怀里 咯咯笑出了声 怎么了 顾南亭还有些意欲未尽 又把他拖得更近了一些 没什么 顾叫圆 承孝顺势往上蹭了蹭 将嘴唇凑近他的耳阔 用指尖轻轻咬了咬他的耳垂 只是在想 你真的很可爱 顾南亭能够感受到 自己那剧烈的心跳 无论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 承孝总能以最从容的姿态 搅乱他心中的那潭春水 承孝 面对他的可爱夸赞 他一向不知该如何作答 既然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干脆不说了 承孝直起身来 还没来得及回应就被他用力稳住 他早就知道的 比起我想你 我舍不得你这些甜言蜜语 顾机长一直都是行动派 暧昧又火热的气息 啄得顾南亭气血上涌 唇齿丝磨间 偶尔传来的他低沉的喘息 更是让他难以自意 用语音控制将窗帘合上 他滚烫地稳一路向下蔓延 他知道他明天需要工作 他应该去休息 但正如他之前不顾一切的选择 就他一样 面对承孝时 他的情感往往会超越理智 突兀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承孝被他吻得昏昏沉沉的 此时也终于找回一丝理智 在他将修长指节 滑入自己的睡衣内侧时 承孝按住了他的手 那个我生理期 承孝吞吞吐吐地拉过他的手腕 讨好似的和他食指向扣 安抚性地用拇指摸缩着他的手背 顾南亭一时一节 脚乱一池春水后 笑嘻嘻地转身离开 也的确是他的风格 承孝凝视着顾南亭那双湿漉漉的 如小鹿一般的清澈眼眸 不由地感到一阵歉意 我 我一开始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 肚子疼吗 顾南亭按着他的背 将他拉入怀中 用掌心贴着他的小腹 虽然不情不愿 但他正在一点点找回 激进走失的理智 暖贴和止疼要带了吗 明天早上 我熬些姜汤给你带上 离别之际 本就难舍难分 他极力克制自己 不占用他的睡眠时间 他不但不领情 兴致盎然地凑上前来 还在关键时刻抽身而退 如果是因为其他事情也就罢了 偏偏是让他最担心的生理期 他曾目睹过他倒下的模样 后来交往健身 他更是不知多少次看见 他因疼痛而惨白的面色 又是集训 又是澳洲 可这次他不在他身边 他不免要牵肠挂肚一番 我没事 放心吧 程潇偏过头亲了亲他的脸颊 顾难亭咬着唇控制着自己不均匀的呼吸 美好气地闷声说道 狡猾的兔子 程潇的身体下意识地一僵 意识到他在说什么后 他似笑非笑地抬起身来 我是狡猾的兔子 那你是什么 愚蠢的狐狸 面对妻子那肆无忌惮的笑声 顾难亭的嘴角微微抽动 他这么被动 这么务实 怎么可能是狐狸 这么晚了 刚刚的消息是谁发给你的 不会是什么当红明星吧 你瞎说什么呢 程潇拿起手机看了看 又心满意足地把他扔到一边 微笑着勾起顾难亭的下巴 新闻而已 怎么 顾教员在怀疑什么 睡觉 顾难亭不愿与他争辩 索性将他拦腰抱起 静止向卧室走去 好嘞 都听你的 程潇享受着他不合时宜的琐碎念叨 享受着专属于他的有力怀抱 在顾机长的格外轻柔的天气奇愿 与安全叮咛中 安稳睡去 顺利结束了为期两周的澳洲集训 程潇落地后的第一件事自然适合过难亭报平安 用最快的速度掏出手机 程潇在对话框中输入着老公我到陆州了 一切顺利 末了还不忘在拒末加几个爱心和嘴唇的表情 今天夏至准备为新入职陆行的同事 开个入职欢迎会 我和宋宋也准备去捧捧场 应该要晚一点才能到家 一旁的宋宋恰好撇到了程潇的聊天界面 捂着嘴拍了拍程潇的肩膀 潇姐 自从你谈恋爱之后 我对你的印象简直是大有改观 程潇这边的信息还没输完 漫不经心地转头看了看宋宋 那个只要能飞 其他什么都不在乎的宵姐 居然会主动要求不和南婷各搭班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不和顾南婷搭班 程潇打字的手突然顿在空中 她从来没这么说过呀 不过仔细想来 现在她和顾南婷一起飞的时候 确实少之又少 她还一直以为这只是巧合 没关系宵姐 我能理解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难免会分心的 这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不是 你等等 程潇抬手打断了宋宋那番过来人一般的感慨 这些话是顾南婷和你说的 宋宋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南婷哥还说 和以前相比 你的安全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 值得我们学习 这个顾南婷 程潇咬牙切齿 从鼻子里哼出这几个字 刚要举起手机 兴师问罪 顾南婷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喂 嗯 刚下飞机 气鼓鼓地用脚尖踢着行李箱 程潇盘算着应该怎么质问她造自己摇的事 却忽然意识到她的声音有些异样 你这声音不太对啊 怎么了 我没事 就是下午有些头疼 这几天又没睡好 程潇的声音不自主地提了八度 把一旁的宋宋吓了一跳 吃饭了吗 行一给你开的要你吃了吗 没什么食欲 不过问题不大 你先去迎新吧 我就不过去了 待我向大家问好 程潇拧着眉听顾南婷挂了电话 她之前就有失眠的症状 最近这段时间颇有加重的趋势 就算再难受 以顾南婷那个报喜不报忧的性子 肯定不会和她说实话 送送 南婷有些不舒服 我回去看看她 你和大家说一下 回头把账单发给我 不用了小姐 南婷哥没事吧 你放心回家 这有我呢 辛苦了辛苦了 记得把账单发给我呀 让顾南婷请客 程潇取上拖运的行李 匆匆忙忙地奔向机场出口 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 将行李放在玄关 把刚刚买的那份粥拿到厨房 程潇小心翼地推开了卧室房门 窗帘紧闭 室内昏暗 许久未被使用过的私制眼罩 被随意地扔在大床一角 这是她心烦意乱的表现之一 床头的立直前整齐地摆放着各类柱棉药片 药片旁的玻璃水杯则空空荡荡 一种莫名的酸色突然涌上程潇心头 凭着呼吸走向床边 她伸手去拿水杯 却在下一秒被抓住了手臂 抱歉 吵醒你 承销话还没说完就落入了一个强有力的拥抱 顾南婷用守护着她的后脑勺 以天生的男性力量优势将她压在自己身下 用指尖扯下她发尖绷紧的发绳 这是她之前为她买的那一款 她急切地向下摸索着 触到她的那一刻顾南婷有瞬间的恍惚 她自己都惊讶于此时此刻的这种爆发力 这些天她没时没赏没日没夜地拉滑船机 终究还是没能排前体内哪翻涌传动的躁热爱意 你 你不是头疼吗 承销的双手都与她食指相扣 双腿也被她居高临下地压制着 一时间动弹不得 顾南婷 你不会是在装病吧 吃了药感觉好多了 顾南婷目光如炬 漆黑的瞳孔中跃动着燎原的火焰 她自然没有骗她 这几天没休息好是真的 有些头疼是真的 现在不痛了也是真的 实话实说是她一贯的作风 也是她深信不疑的策略 以自家妻子的聪慧伶俐 夸大其词只会适得其反 降低话语的可信度 你除了失眠 还有别的症状没有 承销摸了摸她向下凹陷的脸颊 半月不见 她好像瘦了 心率过速 顾南婷面不改色地陈述着事实 恋爱之前她确实常常失眠 确立关系后也总是因为她故意或不经意的举动兴奋一整晚 直到婚后 她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将她搂在怀里 失眠的次数才少了许多 但据少离多的这几个月 她失眠的毛病又卷土重来 一度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承小姐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顾南婷用手肘支撑着身体的重量 拳起膝盖将承销的双腿分开 她的眉间带一分疲惫的慵懒 毛子中却凝结着化不开的浓重 用骨节分明的手指一下下扣记着墨蓝色的床单 她有如四肌幽捕猎物的食肉动物 你 你要不掀起来 承销刻意避开她灼热的目光 将头偏到一旁 不想 顾南婷猴头滚动 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我买了粥 你多少吃一点吧 顾南婷沉默地点点头 她刚刚下班 她的确有些操之过急了 尽管如此 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 还是涌上她的心头 用语音操控着灯光 她神色落寞地缓缓起身 承销还保持着刚才的动作 只是平整的白衬衫上 添了几道深邃的褶皱 舒紧的发迹 此时也松松垮垮地垂在身侧 暖黄色的灯光 从天花板柔柔落下 均匀地笼罩在蓝色床单枝上 仿佛抛向海底的明丽阳光 顾南亭闭着眼 柔柔太阳穴 又动作缓慢地俯下身来 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 周我自己热就好 你先去洗澡 水气阴晕 空气潮热 承销伸手抹一把玻璃上的水雾 拿起吹风机把极尖长发吹干 仔仔细细地擦了护肤品和身体乳 她退选了丝绒玫瑰与乌墨那罐 这种成熟的香细是某些人的最爱 佛手干玫瑰的富裕新香 与勇懒甜蜜的深沉木香交织缠绕 最适合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年愁夜晚 厨房内的顾南亭正在洗碗 承销默默感叹一句 真是居家好伴侣 便捏手捏脚地来到了她身后 我来洗就好了 怎么能让病人干家务呢 用双臂环抱住她精瘦的腰身 承销用额头抵着她结实的背 虽说现在是剩下时间 但她身上温热的水汽还未退去 光裸的肌肤暴露在冷冽的空气中 激得她不由地浑身站立 留恋贪婪于她躯体的温度 承销不由地又抱得紧了一些 这次训练顺利吗 没出什么问题吧 顾南亭被她抱着 动作和语调同时放缓 虽然很想问问那个男明星的事情 但她还是努力忍住了 能有什么问题 承销坏笑着向上顶了顶膝盖 一只手熟忍地探进了她的睡衣 刚刚张过水的指尖还带着一丝冰凉 与她温热的肌肤形成恰到好处的落差 灵活的指尖扣着快快分明的腹肌一路向上 在她一发急促的呼吸中变换着节奏 承销小时候学过一段时间钢琴 虽说她对艺术并没有什么舍我其谁的偏爱 但一遍遍地练习早已应刻成为了肌肉记忆 她牢牢贴在她身后 闭着眼温习她的指法 手指跃动中做出了一支无声的乐章 感受到她的肌肉越来越紧绷 承销暂停了手中的动作 点起脚尖稳了稳她的后颈 你不是 不想吗 顾南亭早已将洗了一半的盘子 放回水槽 双手支撑在台面上 悠悠地转过身来 她的动作在瞥见她睡裙的一煞有片刻的凝制 她有多久没见过这件睡裙了 即使在夏天 这也是过于清凉的款式 这不是一件花式繁复的睡裙 简洁的裁剪才贴合她干脆利落的性格 微微收拢的四肢裙摆不长不短 随意地垂落到膝盖椅上 欲说环修似地掩映着她匀称的双腿 不加点缀的酒红色布料柔度刚好 恰如其分地展示出她纤细的腰肢 细长的吊带松垮随意地挂在雪白的香肩上 遮掩不住那泛着光泽的滑腻肌肤 她喜欢红色 她一直都知道 顾南亭不由地动了动手指 天地良心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想了 她站在厨房橘黄色的吊灯下 笑得张扬又肆意 灿烂如羊 热烈似火 她总能轻而易举地将它点燃 心脏在胸腔中剧烈跳动 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之前 她不顾一切地将它拉入怀中 这是她寻回梦境中从不缺席的一个吻 交叠的呼吸急切地诉说着小别重逢的雀跃 顾南亭恨不得把长夜难眠辗转反侧的思念都融入到这个吻中 你的话向来都是半真半假的 过了许久 顾南亭才气喘吁吁地松开她 搂着她的腰让她贴在自己身上 不是 我还没和你算账 你怎么就开始恶人先告状了 程霄突然想起了飞机降落后 宋宋说的那些话 愤愤地推开了顾南亭 是你和宋宋说 我主动要求不和你一起飞 顾南亭挑了挑眉 用沉默取代了应答 对自家妻子当然要实话实说 至于其他人 就需要她随机应变了 顾部长之所以能成为顾部长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刚才我都给忘了 不行不行 我得和宋宋说清楚 程霄说着就要转身离开 她的仪式英明 怎么能被顾从心给毁了 顾南亭自然不会让她逃走 从出发前的那一晚到 刚刚卧室的那一幕 她做出的退让也够多了吧 她的确看重绅士风度 但也远远达不到 坐怀不乱的水准 宋宋刚刚发消息 问我有没有什么大碍 她说你火急火燎的 就赶回来了 紧张得不得了 连带着她也跟着担心 程霄咬着牙 等待着她的下文 你关心则乱爱富心切的形象 已经根深蒂固了 如果现在跑去解释 必然是越描越黑 欲盖弥彰 顾 难 停 你究竟背着我干了多少事 你确定我们现在应该谈论这个 顾南亭的手不安分地游走在她的裙摆边缘 多说无意 她索性将她横腰抱起 快步回到卧室 顾南亭 程霄弩着嘴 圆瞪的眸子里闪烁着不服输的光芒 顾南亭被她可爱的表情逗笑了 在她嘟起的嘴唇上落下一吻 她的吻实在过于温柔 过于炽热 轻而易举地驱散了她的那些小脾气 而她用低沉嗓音 在她耳畔喃喃的细语 更是让她飘飘然如落云端 狡猾的狐狸 思绪朦胧中 程霄如是想到 再度醒来时 已是第二天中午 顾南亭只觉自己许久没有睡得这样沉稳了 睡前运动有利于睡眠 她一直都知道 你的体力是不是有所下降啊 低头望向困意十足的程霄 顾南亭的嘴角有毫不掩饰的明媚笑意 激将法对我不管用 程霄拢了拢身后凌乱的发 向顾南亭抛去游异的眼神 昨天怎么没失眠 嗨嗨 顾南亭清了清嗓子 顾左右而言她 说起来 你见到那个明星了 集训前见了见 到澳洲后我就让宋宋去带她了 程霄打了个哈欠 抓过床头的发绳扔给顾南亭 我自己的学员都顾不过来 哪有功夫陪她 顾南亭抿着唇接过发绳 熟练地为她扎起马尾 吃醋了 程霄转过身来 把食指按在顾南亭的嘴唇上 安全意识满分 危机意识也不错嘛 想什么呢 顾南亭握住她那只灵巧的手 人家不辞辛苦地跟到澳洲 我是怕你又被投诉 跟到澳洲怎么了 啊 我差点给忘了 程霄高呼着 从床上一跃而起 赤着脚快步地跑到了悬关 又连蹦带跳地跑了回来 这个这个 把藏在身后的模型 递到顾南亭身前 程霄一脸期待地 观察着顾南亭的反应 仿佛考试得了满分 索要糖果的小孩子 限量版 顾南亭一脸难以置信 你从哪弄来的 前一阵柏林行展 我托一个朋友买的 这次他刚好也到澳洲集训 就拜托他拿给我了 因为有时差 所以我总是在晚上和他联系 程霄得意地晃了晃头 你早就想要这款了 对吧 顾南亭错地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 我什么不知道呀 程霄从顾南亭手中 抢过模型扔到一旁 眉飞五色地横坐在他的双腿上 顾教员 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呀 海鲜粥 香辣蟹 青炒盖兰 再加一个你最近才喜欢上的糖醋礼剂 饭后甜点就做玛格丽特饼干 减糖版的 顾南亭宠溺地刮了刮妻子的鼻尖 程大鸡尝一下如何 把那瓶香槟开了 程霄若有所思地已在顾大厨胸口 香辣蟹多放辣椒 试试 顾南亭抬头看了看表 声音故意拖得很长 已经快11点了 向程机长申请两小时做饭时间 看着那个曾经不苟言笑 严肃地几乎不近人情的顾南亭 一步步走向他 走近他 与他这样亲密无间 程霄的心中样起了甜蜜的波浪 批准 明镜的窗里外 有下浪翻涌 晴空万里 在这明媚又温暖的阳光中 程霄倩身吻了吻顾南亭的脸颊 这样好的天气 适合出发 适合相爱 适合与你 携手并肩 携手并肩